第十一集 又是宇宙背景 最近大家都戴面罩 是你这么特别 在观众面前也很安全 今天第一次终于谈到十二寸 最近十二寸是比较少的 当然这个是马来西亚牌子的第二款产品 但其实每次都出两种版本 第一款产品是一年多两年前出的John Raze John Raze本身也介绍过 接着他第二个角色终于出了 Joe Hagen John Hagen 这次都会同样地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普通版的 两种都差不多 在故事里面的颜色 军绿副装备有些性格的装备 另外有全黑的装备 上面也有很清楚的 就是Dev God的版本 好像几款都有死亡中队或小队版本 第一款有,第二款,第三款都有 我剛剛對上的那隻John Race都是黑色的 我自己一來喜歡黑色,二來感覺上會比較現實 三來容易配合我自己其他工具去玩 個人意見都說完了 三隻都有各有故事,這個Joe Higgins故事我不太記得 我反而看了Mike Winter的故事,因為做了一條片 你這條片我一定會追的,本身也會開訂 而且這次的黃橙色也很搶眼 我覺得第三款配色,兩眼都不會覺得誇張 因為初版就覺得很光,好像夠援隊似的 但看來如果是Final World Prototype就可以了 我又用少少私人時間,不好意思 其實我今早已經訂了四隻限定的John Race 今早都給了錢 所以麻煩,如果知道是我的話 我很容易承認的 記得做得試試正正,快點寄給我 你正在跟Jaco X那邊說 沒錯 Evan和Ry他們懂得說廣東話 所以我知道他懂得聽 我今早給的錢我重申,那是我的 這些客戶是要特別照顧的 三千多港幣 這麼貴? 有什麼多了? 其實沒有 沒有多是四隻或六隻限定 我忘記了 很少,可能是手頭 對,所以幫幫忙 可以的,麻煩,簽名更加理想 真的,真是真的 我又說,Jaco X他們兩個老闆都是軍事迷 我經常分享一些現實中的步槍、機械槍的影片 他們很熟悉 所以他們的設計,我覺得都很貼近軍事和sci-fi 或者我們之前介紹一本書 好,好,好,在哪裏? 你問我,這些重點的東西竟然拿出來 好,要講解一下 其實如果大家入手正常版的話 這款就會跟回一本書 正常版,還有卡卡 還有這一張這麼漂亮的卡 反而Depth Squat 可以放近一點,謝謝Darick 那本書,別看少了,原來有很多頁 我們先看一張卡,這張卡是這麼多的 他們是愛好者,我想真的不同一點 但這本書就真是精彩 我不斷揭一揭給大家 當然這麼厚的 全內業證就是有故事背景 角色的設定 整個故事的建築 以及之前為何會有這些戰爭發生等等 都有的 因為他們本身是和人類之間有什麼衝突呢 為何會發生這次戰爭呢 特別為何這個角色這麼討厭生化人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 即是In Deep的研究這個故事的世界觀 這一本書其實都已經包攬得七七八八 其實還未揭緣,已經三十頁了 我覺得在科幻產品裏面做個故事 其實這個系列都比較詳盡 真的長盡到吐 30頁全部都是字來的 後面才是相片 大概說一些故事,一些人物 他們寫得比較微細 每個人物都有他的故事 還有那個名字就是The Dawn of Human Rights 即是機械人物生化人的黎明 他們這幾個主角已經是和我們打那班人來的 多說一些本身Joel Hagen的背景 其實他不像人類,其實他是人 為何對手會變成機械手呢 就是有一次執行任務 為了救一些無辜被捲入的市民 那時候因為一次爆炸,而令雙手殘廢了 不過他也是救不到的人 另外當換了機械臂後 因為他有二十多個同袍,都是死於一些生化人的戰爭 無論如何都好,真的要說回原色 這個原色叫普通版本 其實兩個版本,我發現散件和配件含量都不低 一樣是有兩把部槍 兩把部槍或機械部槍 兩把,背囊和一連串的散件 我不說,留一些專家去研究 那些Granet,不少的Immopulture 那些紫衫甲,絕對不會少 我看到武器,只說武器也有四件 為什麼呢?兩把大部槍之外,深厚一件 其實不止四件,你數少了 我看到四件,因為我功課就做了很多 其實是夠划算的 當然這個是沒有人投養的 其實是沒有人投養的 其實是沒有人投養的 第三款,你剛剛介紹的 大家都可以有時間看看 Brian介紹的第三彈 他那個終於有人投養 沒錯,像白種人 第一次有樣子,鬼魯 而且他的面罩是有燈的 可以穿燈和不懂燈,我不知道第一款有沒有燈 沒有,可以自己加 那就越來越划算了 說回這個,除了你剛才說 四組的武器之外 前面的亮點就是這個頭盔 其實他的故事說 他是雙手散廢了 但是改造了 但他的臉應該也會有人在 但他又帶了一個 那麼激動性的頭罩 對,對他來說是很震力的 對,那就不只 最重要的就是 為了方便他做Sniper 射擊組件的望遠鏡 望遠鏡或夜視鏡 沒錯 说到产品,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可以拆的 但要提醒玩家或买家,就要小心点 因为他的活动位刚刚德哥放下来,幸好没事 因为是比较软弱一点,但当然不是很容易拦拆 大家说一会儿,把力放在磁石位,常常说不要那么干 补充一句,这是一粒磁石来的 对,这样可以掉下来 对,可以掉下来 玩一会儿,最好用一点点音力 因为有些部件未必是开钢帽 所以稍稍没那么坚固,我们也要很坦诚 所以在动的时候,按住它,来动就稳固一点 因为它本身这个位置都是胶水痴的 或者拿出来才调好位置,才能把揮揮 当然它也有提出说明书给大家 这个又真的要说一说 虽然它这本书仔,那么仔细,那么精彩 但真的和见玩具有关的说明书只有这本书 所以变成了,我不知是优点还是缺点 你看回整件东西,九万多个配件 这个真是瘋了 你想怎样装上去 要不就看回Jack OX本身的网页 他的展示和相片去做参考 否则,自由发挥 所以你可以完全自由发挥 因为他真的和我们玩军事figure那些 玩法一模一样 有很多一些包包装 可以用来安装 magazine 可以安装其他东西 可以安装其他东西 本身一些枪配搭 你喜欢放在哪裏就放在哪裏 一些球生袋 或者一些日常要找的包包装 你想放在哪裏 又是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发挥出来的 不过是非常之麻烦的一件事 有些好处就是有些创作 当然他又要平衡一些写实位 例如molipouch 他全部都可以灵末地运用 所以有些军事要比较收藏经验的朋友 就难得到的 但新朋友玩都可以的 也不会太深 但我想说装上去 应该足够你玩一个钟 是的 没有那些传统军事 好像现代的传统 他也不少 但我觉得我能接受到 这个真的可以一点 我会更容易地理解 多了一句 玩Jack HoX 这个series 我突然间又停了 我想起一些事情 是否Netflix会有 哦 海报 我估计应该是宣传海报 我估计 如果Netflix有的话 真的恭喜他 但不排除这个机会 如果造型好 应该都可以有 好 玩这个系列 我觉得除了玩figure 我真的想拆掉那四支枪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切头切尾的军事迷 他在本身那四支枪的造型 都真的下了不少功夫 是的 其实第三支枪更漂亮 不过不是卖广告 卖广告 可以拍摄 麻烦David的手 他可以换手 其实每一支手 他都有Danny 不知道是他的别名 可以拿起他 有个Danny印在那里 可以吗 他印了Danny Danny 可能是别名吧 不过就是机械手 可能会否纪念他里面故事的人物 所以我就不清楚了 都够快做足 这些枪是有些枪带 大家可以等德哥慢慢拆出去 因为都是要点时间 不要聊天啊 大哥 不够钱赔 都拔得特别 不过就好 有些洗髮师 如果玩一会脱出来 不用太害怕 因为如果你有点观察一些 现代步枪 很多瞄准器 帮助电筒 那些都是理量 这个是拔得出来的 没有基础 哇 很厉害 德哥就心愿了 都可以达成 这个时间已经是机械秘 这个就是刚才德哥说的 整只手都是机械 我这么小的扣都做了 我不知道能否认得有扣小 他真的和真扣一样 是要按进去 要让手遮一遮才看到 真是快速扣 我们语文答够 语言答够 真是快速扣 有些快速扣 小的会是假的 当然假的有原因 因为很容易烂 因为它很细致 所以我都很厉害 力大就可能烂 不要紧 我们拍摄 每支枪都看一看 但是 这个作用是什么 不是灭声 通常这种都是灭声 以现代的想法 塞法它先 有些可能是射Granet 但它是射Granet 那是用了很漂亮的电道 没那么大 没那么小的电道 蛋 麦克鲜 可以拆出来 你说这些德哥是喜欢的 所以不懂 我连膠布也有了 大哥 真是癫癫的 防滑 那是神扣 整支就是这样 好 继续 这些色彩都挺鲜艳 是的 一支绑左卵的强化手枪 很像麦林的东西 是的 科幻版的 很像工学基隆队的东西 正确 同样都是一支 大火力的左卵 另外一支Sniper 撞的枪 又是绑了带 都挺熟军事的 设计的 我都预认了它拆得 所以我很大力的拔 我都不担心 那就是子弹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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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的细节 做到非常足够 拍到这里 大致上的尺寸 比较难 比较固 比较固 没办法 好 可以移动一下 既然我都已经拆掉了 那些工具 玩的时候 那次的台组是送的 但是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始终 我都觉得它的部件 军事也不可以 像一个玩具 那样 像一个鞋子堡 那些 不停 拖拖拆拆拆 12寸 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拿个Hot Toys 不可能是他人无事 银牙 所以真的要走 有两个座 整个 关节那些 其实就是 看看 前臂 我记得是可以脱出来的 这里是可以脱出来的 这个架 这个前机械前臂 可以脱出来 脱出来 脱出来做什么 不知道 但是我们砌过程是发觉脱到的 但是不用太心心 不是真的懒 因为做这些模型 他本身有个基本的1比6的身体 所以他将原本的手 拿走了 然后再重新开 没有背过这只手 他不是总共只有四只手 是呀 我一点点个人意见 因为本身 我想摆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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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如果用来玩或者是一些平均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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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Derry可否重新一下,我想拍一拍他的手臂 大家都看到全上色塗裝,機械臂也有很多字 十字架,JK,Pretty,Danny,後面還有一堆字 Not to Serbretier,ML 關節是否金屬呢 其實如果說動不算很緊,但不會扔扔扔 這樣扔扔也沒什麼問題,坦白說不算很緊 另一邊這隻手,反而沒有特別的字刻,但有做到舊花 本身銀色的照片都電動了,所以感覺也很美 本身身體是一般的12寸模式,亦不會有獨特的設計 有些甲,始終是人體,所以可動性也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亦都可以盡情扭扔,當然他的工具一定會跌 先說定一點 頸部是一體成形的,整條頸直到胸口,所以可動性也不算很高 但是因為頭罩這裏都是一個包裝位,所以可以做相應的動作,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妨礙 所以我想特別擺姿勢和拍照都不用太擔心 不如我們說一下黑色,或者說那個盒就轉黑色,好嗎 好啊 那個盒和你第一個版本的產品差不多 我可以看到舊片,都是用這種設計 我覺得這種是很適合現在的,即是蒙了,戴了面具 有一點生化的感覺 現在我們現正面對的疫情,我們的難關,人類的難關都是 全球人類都在面對這種事,我們希望 不用戴面具 是啊 說回來,兩個版本的,一個很容易分析,盒是一樣的 但那隻Depth-squared version是有貼紙的,就可以分析了 而且真的抱歉,我想說漏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當然大家有興趣買的時候 當然就看你喜歡哪一個color tone 但是 只是正常版,才跟這本,還有一張卡 如果是黑色的Depth-squared,就沒有跟的 記緊了 沒錯 德哥喜歡的黑色版本 當然,其實本身的造型不會有什麼分別 顏色方面 當然會用了另一個color tone 會用一些以黑色做主調的顏色 無論槍 其實應該全部一樣 Sorry 不同 是嗎? 有些不同 準星 好像是 其實有些配件也不同 對 槍形也有些不同 槍形是一樣的 可能 細位置 你真的要留心看,才能看到分別在哪裏 因為我看到後面的白色 當然 剛才說的granae,沒有介紹過 都已經裝在大腿 可能要拿高一點 這個位置放手套彈有些尷尬 是嗎? 另外也可以看看兩支槍的分別 都有不同的塗裝 我回來欣賞他設計這些科幻槍 因為坊間很多設計師都會做這些設計 要平衡到兩個東西其實是有點困難 而且要出到產品是更困難 其實本身連手槍的其他顏色也有少少分別 不過我懶得拆 最主要是在造型那裏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你是喜歡圓色多一點 還是黑色會多一點 我自己比較喜歡軍事風強一點 實質上反映現實多一點 夜間戰那些 我喜歡deft scorch多一點 是很少的 你看見他穿的Hoodies 你知道他是很寫實 Hoodies的頭套也有條條 鐵線可以做一個穩定一點的造型 可以看到整件衣服都可以套上去 在這個位置也是有鐵線的 你喜歡怎樣扭的路也沒有問題 都差不多了 雖然黑色也差不多 但我們喜歡玩法 講久一點 我們有沒有操控 沒有我繞了一個圈 其實都八八九九 記住都是那句 兩位老闆有看到 我今早就付錢了 如果大家高興 麻煩剩下漂亮一點 簽個漂亮名給我 那個隱姓膜 MOK Gutlass Mok 謝謝 好 我們稍後還有少少東西 爽車仔 很快 讚你 拜拜 我會唯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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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